气泵泵泰风了 早安的这首歌 跟乐队的表演也是特别的契合 包括索娜这些东西元素 包括他自己中国风的一个副歌的一个设计 反正从头到尾一直在线的这么一个表演 所以我们觉得早安赢了 我们五个人的力量都给了他 然后他才想完全的爆发出来 我兄弟这一场稳了 不会有悬念的 嘴好快 嘴好快 让我想起了 盖哥那年打我的苦情声 是在我预料当中 在这个曲风还是说题材 整个唱法上面肯定 早安这个会更适合竞技 这种煽动性肯定会 比乌都的那个更强烈更热烈一些 我很希望他看到他跟梁龙合作 我觉得他跟梁龙合作应该非常厉害 有请乌都回到舞台 本场的对战规则 若乌都挑战失败 则直接淘汰出局 若乌都挑战成功 则有机会被四大联盟吸纳 而早安直接淘汰离开 现在紧张的时刻到了 巅峰财团由75位现场观众 25位哈评人 两位特邀解说员组成 现场观众每人一票 哈评人和特邀解说员每人两票 全部实名制 总计票数129票 请为他们二选一投票 倒计时20秒 投票通道开启 我投给了乌都 因为乌都做的风格是中国 乃至全世界最流行的说唱音乐的风格 可能你三年之后五年之后 再回来听乌都的音乐 才会明白他的用心良苦 乌都的那个舞台很帅 而且就是他的BPM很快 一进副歌的时候 我整个人从胳膊到脚背 全都起鸡皮疙瘩